周末的蔗大邵逸夫医院依然人来人往 记者问了一圈 大家伙都不约而同的说 工作太忙了 平时没时间过来 没时间 对啊 做什么工作啊 银行开发 可以请假 可以请假 事情多工作忙加班来不及 程序员工程师金融从业者 不少上班族都说工作日请假看病不方便 去年8月4号 浙大邵逸夫医院做出了调整 周末所有门诊检查都开放 所有手术正常开展 夏晶晶是一名全科医生 主要负责复杂病情的分诊 慢性病和基础病等治疗 一些患有糖尿病的老人 往往还会伴随有高血压等问题 在全科门诊能够一站式看病 因此全科门诊成了浙大邵逸夫医院 周末最忙碌的科室之一 夏医生告诉记者 工作日挂号量在250个左右 两个医生做诊 周末会保证至少有一个医生 挂号量在150个左右 在原来的排班基础上 然后大家轮着把那个周末分掉 是这样子的 那能保证周末有一天休息吗 一天休息看情况 有的时候有 可能一个月有个两三个周末 可以有一天休息 夏晶晶今年31岁 她每年必须参加一次大型学习交流 每两个月还要进行线下培训 每周还要进行一定的课时学习 这些都要占用非工作时间 记者了解到杭州的很多医院 周末一直是不打烊的 不过以前仅开放普内科和普外科 这到二月 从2011年开始 最早全面开放了周末门诊 每个月医院还会提前出一张专家门诊表 在导诊台就能够拿到 专家号集中在工作日 因此工作日的就议人数是周末的两倍 专家医院承担的任务情况不一样 你当杂症多 那么像外地的病人 他基本上可能我都要礼拜一 礼拜二就过来了 因为专家号可能大名医 可能因为不一定这周末出现 因为他们周末要去参加学术活动 去年浙江医院 省人民医院 浙大医院都陆续全面开放周末门诊 最近一年里 杭州大多数医院都进一步开放了周末门诊 最大程度的满足患者的就疫需求 腰宝黄剑记者报道